开始收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什么 这肯定是个补水喷雾 但它为什么叫防晒喷雾呢 我就没有去管它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自己被种草了之后 我试用了一下 直接马上就喜欢上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出门补防晒的话呢 是不方便的 我们带了妆 然后又要去那个补防晒 因为防晒一定是两三个小时去补一次嘛 那你用什么补 肯定是用防晒喷雾 但有一些防晒喷雾 做地铁的时候 做高铁的时候 它都是压力惯的 它是没有办法 通过安检的 它比较没啥嘛 你大家都懂的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方便太多了 它有90m 它有90m 然后直接你不需要偷用 不直接可以带着它上飞机 它也不是压力惯的 这个真的是考虑的太贴心 太贴心了 那大家就会想 那它的雾能行吗 就它这种的话 不是压力惯喷出来 雾能行吗 来让大家看一下冷不冷行 先喷在手上看一下 这个雾能不能行 这个雾是不是完全可以 然后喷在脸上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有一些防晒喷雾的话呢 它的味道会太刺鼻 然后会虚面筋 然后这款 就够了 又不油又清爽 又沉默快 又不熏眼睛 味道的话是淡大的味道 一层就够了 这个真的是让我 就不得不推荐给大家 真的是非常喜欢的 一瓶防晒喷雾 出门可以补防晒的 一瓶防晒喷雾啊 然后我们如果说 夏天的时候 头发也会容易 那个就是 就晒了的话呢 也会干枯 我们也会不同 而且头发上也可以喷一点 是不是 头发也会香香的 也还挺好 又可以防晒 是不是蛮蛮不错的